那一般我們說那種保健品 跟我們真的直接吃那些 動物性的膠原蛋白 或植物性膠原蛋白 它效果會有差嗎 濃度有差 就是說如果你吃一般的食物 比如說像你真的很搞剛去 用魚皮控成一個膠質 然後濃縮的 那個其實也不錯 用魚來講的話 至少它的油脂的來源 會比豬的來源來得安全 因為豬其實就是很多膽固醇 跟綁合脂肪酸 你吃豬皮就是有這個問題 但是魚的話 就比較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那當然你嫌麻煩的話 你可以買比較安全一點的 膠原蛋白的產品 那一般來講的話就是 我建議如果真的要買的話 因為現在都沒有規範 你真的要買的話 你還是要買那種膠原蛋白 它有寫出劑量的 你看像這個有的是沒有 它上面有寫嗎 對 它會寫像那一包 它有寫出一些劑量 比如說它就寫說 它的膠原蛋白含多少克 100克 200克 300毫克 這樣子的一個劑量 那我們攝取多少是安全的 它其實沒有定量 它現在就是說 政府它沒有定量 因為它歸在食品 歸在蛋白質的部分 所以它是沒有太多的定量 但是如果你正在買膠原蛋白的話 現在廠商幾乎80%以上 它在膠原蛋白裡面 都會加維生素C 所以你就是要 等於是要加維生素C的膠原蛋白 相對來講 比單獨的膠原蛋白 來的吸收率比較高 所以你真的要選的話 因為難免還是會吃嘛 你就是要加維生素C 如果沒有 如果是你已經買了一大包 裡面都沒有維生素C 你就記得要搭一點 巴熱啊 柳橙汁啊 就是維他命C高一點的水果 對 沒錯 所以像這個粉狀的話 它都比較建議說 你在柳橙汁裡面 一起把它對 它就可以吃 而且像我吃 膠原蛋白比較兇一點 就是說我會早晚吃 因為我的膝蓋 我的軟骨有退化性關節炎 所以我在吃的時候 我會發現 如果咳下去 它會白起來 對 才不會那個膝蓋 膝蓋它有時候沒力 是 可是我出一次 沒力一次一次 十五吃一次 幹嘛啊 真的啊 不是 有時候真的 我不會像他這麼勤勞 有時候想到就吃一下 想到就吃 然後忘了就算了 可是我想問一個 如果說我平常 如果我現在還年輕 像一般像三十歲 覺得自己狀態還不錯的話 我只吃C可不可以 夠不夠 因為膠原蛋白其實並不便宜 對啊 沒錯 那我就可以保持我的膠原蛋白嗎 其實你在 如果說你的飲食正常 你的保持很好的話 我剛剛講 二十歲到五十歲中間 其實它是滿穩定的 對 所以你吃C啊 或是多吃一點蔬菜水果 其實是OK的 或者是你吃一些 其他的抗氧化食材 那如果說現在 我們要接近更年期 不是我 所以有些觀眾朋友 要接近更年期的話 那它如果現在來補充 這種膠原蛋白補充多一點 會不會對它更年期之後 流失的不會那麼快 對 因為更年期會有個問題 就是有時候它會超紅 然後睡不好 相對影響到 它的食慾跟飲食的均衡度 那它確實是可以選擇一些 比較適當的 比較安全性的 那個所謂膠原蛋白 那會對它更年期之後有幫助嗎 對 有幫助 對它是皮膚 還有更年期的話 其實有些人它會有一些 免疫力下降的問題 對 那這個的話是有幫助的 只是說 你不要過量 真的不要過量 因為它真的還是轉變成 還是會轉變很熱量 那還有哪些人特別要 補充膠原蛋白的嗎 像有些人 它在補充鈣質的時候 相對也是需要補充一點膠原蛋白 那膠原蛋白可以幫助就是 鈣質的吸收比較好一點 它比較緊密一點 然後軟骨的一個問題 軟骨 比如說你有軟骨的問題 像常常我自己 我發現有一個效果還算滿明顯 就是女生常穿高跟鞋 是的 對 穿高跟鞋的時間很久 所以會痠 在膝蓋部分會痠 所以如果你真的在那段時間 你非得要工作 要站這麼久的話 那適度的補充是可以的 那我吃微骨粒不是更好嗎 可是微骨粒有的時候 有些微骨粒它是葡萄糖胺 那也可以等於是說 等於雙重的補充 所以我跟你講說 其實膠原蛋白進來之後 它要到哪裡去 你沒辦法控制它 對 所以你可以偶爾吃微骨粒 偶爾吃膠原蛋白 那有的人 不是有段時間很流行Q10嗎 對 Q10跟膠原蛋白 其實一樣都是 Q10比較又偏向抗氧化這一塊 膠原蛋白就是在皮膚的彈性保濕 那它是直接在皮膚的真皮裡面的構造 裡面需要膠原蛋白 那Q10的話 它是所謂的立腺體裡面的酵素 立腺體裡面的酵素 立腺體是幹嘛 就是我們的發電機 我們今天有沒有能量 然後講話清不清楚 有沒有頭腦清不清楚 有沒有一天會不會很疲勞 這個是立腺體的功能 立腺體裡面有個酵素 就是叫Q10 其實它就叫COQ10 是 所以早期COQ10是心臟用藥 後來發現它對我們能量的提升 跟抗氧化有幫助 對 所以其實它的效果 其實有點不太一樣 有點不太一樣 它講話我都吃耶 連Q10也吃耶 而且有人講說Q10它是所有保養品之母 就是說它 你一定要吃它 你才可以開啟你身體吸收的那個機制 有人這樣講 會不會是消瘦的話 是 因為其實為什麼它會這樣形容它 因為其實它就是立腺體裡面的一個消瘦 立腺體我們很重要 我們立腺體裡面就是剛剛講發電機 早上起來你那個馬達要發電 你就是要立腺體出來工作 所以它才會有這樣子的隱身 那坦白講很多的營養素都是 都是發電機 都是發電機 對 只是說它這個被炒得很熱這樣子 所以我吃都不是因為要漂亮吃好嗎 因為吃這個的話是吃關節的 所以它跑到關節去 吃Q10就是我吃心臟的 吃心臟 我吃心臟要用的 所以我後續我才知道 原來吃Q10 原來越吃越美 這是後面我才知道的 是 好 那當然我們還是提醒觀眾朋友 如果你有補充膠原蛋白的話 還是不要過量 對 真的不要過量 適量 適度就好 再來另外一個問題 很多人也會問說 請問有柑枝葉蔬菜 是不是膠質就比較多 那當然我們的老一輩人都會說 要多吃柑枝葉的東西 柑枝葉像是什麼呢 秋葵 對 那個真的很柑 山藥 馬鈴薯也算有一點 沒有 馬鈴薯一點 對 對 然後還有我們吃的那個 過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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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過尿 過尿 所以我們應該都贊同說 是不是柑枝葉蔬菜 膠質會多一點 我不覺得它會畫上等號 是喔 我不覺得耶 對啊 因為你覺得柑枝 就等於是膠質嗎 就是 因為像有一些 我說秋葵裡面的膠 那個牽絲的東西有沒有 稠稠應該不等於是膠質吧 或山藥那個黏稠度 也不是膠質啊 我倒覺得說 有奶的那個植物可以多吃耶 我倒覺得它可以補充的東西 比較多 比方說那個地瓜葉 有沒有它這樣一折 有那個白白的奶啊 我覺得那會不會也有用 那你到底要不去啃樹皮啊 樹皮發起來都是奶啊 很奇怪 那不能吃樹皮啦 我的意思說 像那樣的蔬菜 是不是也有膠質 是 我再猜啦 那是不是柑枝葉蔬菜 真的膠質比較多 對 這邊講的膠質 有一點像是形容詞啊 我們比較偏向於就是說 膠質就黏黏稠稠的這樣子 但是坦白講 蔬菜是屬於植物性嘛對不對 我們剛剛講的那個膠原蛋白 是比較偏動物性的 那植物性的裡面的蔬菜的膠質 指的是膳食纖維 水溶性膠食纖維 不是蛋白質 所以膠原蛋白跟膠質 其實不是同一件事情 對它其實就形容說 膠原蛋白有膠質 然後蔬菜也有膠質 它是一個形容啦 就一個形容詞 所以膠質是一種水溶性的纖維 如果 就是如果你要講的是 蔬菜裡面的膠質 那就是水溶性纖維 對 那水溶性纖維包含像果膠 植物膠 然後吃起來就是確實 像你看白木耳有沒有 稠稠的啊 山藥啦 這是一些比較澱粉類的菇類 對 秋葵啦 對 秋葵啦 番茄馬屋喔 其實它這個一點點啦 然後香蕉啦 這個是什麼 這是所謂的果膠啦 是 蘋果裡面有果膠啦 對 然後再來就是說有一些 比如說像 梨子類的 梅子類的 那這個又微乎其微了 其實大部分都是在白木耳 山藥 菇類 秋葵 還有你剛剛講的地瓜葉裡面 對 地瓜葉 有那個石花洞有沒有 那個熬出來也是很稠 很多膠啊 對 但是那個叫做水溶性纖維 水溶性纖維要補到皮膚 它是很遠的 很遠耶 為什麼你知道水溶性纖維 它是在幹嘛 它是在穩定血糖 降血脂的 降血糖 降血脂的 降血脂 降血壓的 不會跑到這邊來端端這樣子 可是我們常在講說 黑白木耳不就是我們平民的 平一般人的 美容順品 美容順品 一般的燕窩順品嘛 為什麼你知道 為什麼我說牽很遠 就是說 因為這些水溶性纖維 也有可能幫助你排便 當你排便體內環保好了 你相對皮膚就會比較好 所以這個是比較 牽比較遠的基轉 這沒有直接的 對 直接的基轉 其實針對於 像這些蔬菜跟蔬菜 這些有膠質的 其實對血糖的控制來講 是很好的 是很好的 對 如果真的要吃到 皮膚的部分的話 你就要去吃比較是動物性的 動物性的 對 像是魚皮 雞皮 雞腳豬皮 對 可是這個又怕你 有一些膽固醇的風氣 對 看要漂亮 還是要健康 可是我覺得海參 海參的膽固醇 應該比較低吧 零 因為海參好啊 對 海參 好貴啊 好什麼啊 好啊 好貴啊 買不到還買成卡德蘭椒 我跟你講 對 所以動物性的膠質裡頭 海參算是首選啊 這是首選 如果真的 我覺得海參是一個很好的食材 坦白講 因為它的量 可以吃得稍微多一點 然後它又沒有膽固醇 又有所謂的所謂的 膠原蛋白的膠質 所以其實它是不錯的 但是為什麼現在 在網路上你都會看到 有的人說是動物性膠原蛋白 跟植物性膠原蛋白 就廠商的一個名稱出來 其實植物性膠原蛋白 它就是把植物性 這些蔬菜裡面的 一個叫做糖蛋白的 量很少 把它萃取出來 通常會來自於比如說 像有的會從酵母 有的從大豆裡面去萃取出來 然後我們之前在一些研討會上 都會說它是偽 偽膠原蛋白 偽假的 只是它同樣有膠原蛋白 動物性膠原蛋白的功能 就是它是具有保濕的功能 可是它量很少很少 所以如果你吃到這些膠質 其實應該是要去做穩定血糖 讓你有飽足感 讓你降低那個血壓 跟所謂血脂 這個功能是比較 比較有可能是這樣子的功能 是 好 所以我們這樣就有點搞懂了 對 那些蔬菜水果裡面主要是 水溶性的 對 水溶性的纖維 是纖維 動物性裡面的膠質是蛋白質 對 所以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一般我們說 坎西的蔬菜可以美容 其實這個有點誤解對不對 沒有那麼直接 沒有那麼直接 就間接 因為坎西它會 有一次會排便 排便你順暢了 你皮膚就好了 因為很多是來自於毒素的累積 所以它就是間接 對 間接 它不是那麼直接 對 它主要裡面的營養成分 還是主要以降血糖 降血脂為主 對 沒錯 對 原來是這個樣子 好 所以我們講到說 膠質豐富的食材 動物性植物性的裡面 動物性的 如果我們要吃的話 要怎麼個吃法